各位 現在已經凌晨一點了 我們要下班了 可是我還在公司整理 因為現在要開店 把一些便宜的櫃子都整理出來 像這種鑽石啊 我給我三千塊啊 五千塊啊 五萬塊啊 一顆五十萬啊 彩鑽啊 朱姆綠 都整理一下 9月20號 好 今天是什麼節日 今天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珠寶展 就在香港 哇 那真的獅子抄起來好幾兆 如果你們去會嚇到 每年的3月6月9月 記得啊 369 9月是最大的 我沒去了 我在這裡幹嘛呢 因為現在的珠寶鑽石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雖然說我同行 台灣每個人住房間全部都要去啦 因為 東西全部都漲太高 重點是買氣沒有跟上來 你懂嗎 我是做了十幾年的生意的 我聞 我鼻子 我聞得到 你們這些庸才聞不到的味道 當東西都一直在漲的時候 買氣有上來 那個是合理的升溫 跟股票一樣嘛 東西一直在亂漲 我紅包以前買二十萬的 現在又六十萬 你在亂漲的時候 六十萬沒有人要跟著買 那問題就出現啊 就跟我今天講勞力士一樣啊 我今天勞力士啊 在2021年底 我就說 漲得很誇張 我建議大家觀望 不要再買 可能會下跌 沒有人相信我 所以我排斥 所以會繼續漲 通行同行餓我說 叫我小心一點 打電話來 不要再亂講話 去年2022年不是大跌了嗎 雖然說現在馬上就漲回來 推出寶也是一樣啦 他媽的這些很多賣家同行 跟他們聊天 他們就說什麼 紅包藍包一直漲 這十幾年來沒有跌過 哦 只有碧錡跌過 白鑽跌過 其他從來都沒跌過 我就不相信 有任何東西是一百年來 都是只會漲不會跌 我不相信 我這幾年進貨減緩 我去展覽也沒意義啊 因為大家都亂開架 像帕E8 以前五萬塊 現在都開三十萬 一千五十萬 現在都開三百萬 如果買氣有回溫 錢也收比較多回來 我可能就會考慮去香港